我这一生 张昂迦大师教的 我很听话 张昂迦大师教我出家 教我走这个路子 教我学释迦牟尼佛 他说你要真干 你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佛菩萨照顾 我就放心了 我什么都不问不问了 你身体都不管了 身体佛菩萨照顾 什么时候该走 佛就来教我 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 表伐吧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看吧 要长寿就不要命 不要命的人长寿啊 要命的人不长寿啊 这个里头的理度很深啊 为什么呢 不要命的人没有命运呢 没有命呢 没有命是长寿啊 无量寿啊 要命就有限制啊 不要的好啊 随时可以走 什么时候 阿弥陀佛来接我 我就什么时候做 他要来不接我 那时候 大概还得讲一天尽 我在这个世界 没别的事情啊 就讲经啊 一天讲四个小时 过得很快乐 很幸福 在这个世界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跟谁都是好朋友 为什么呢 没有厉害冲突 没有任何冲突 所以大家跟我往来 放心啊 没冲突 每一天缓缓细细 不就是生活在极乐世界一样吗 苦乐是自己的事情 与环境不相干的 这一点要懂啊 你只要在环境里 不闻不问 你就很快乐 你要这个要管 那个要管 那你管不胜管 还有不听管的 那你的烦恼就来了吗 不管 我意思是你求到三种事情 不管人 不管钱 不管事 你看多快乐 什么都不要管 什么都不要管 得大自在 什么都要管 累死了 那真辛苦啊 所以这个见活必得重视 啊 投入的是神经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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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